MCM Plant-Based Cutting Fluid MCM植物性切削液 VS Dalsatron混油器 浓度管理与折光系数 其实折光率的数值高低 并不等污产品的优劣程度 例如传统乳化型切削液的折光率较高 是因为内含矿油基础油较多所致 但是矿油的润滑性较差 更是切削液品质的副指标 所以矿油的含量越低 切削液的品质越稳定 并且在相同加工条件下 乳化型的效果会比半合成根权合成更差 因此挑选油品的主要重点 应该在污功能性是否满足加工需求 想要选择合适的切削液 首先必须根据厂内的各种条件 来判断要选择油基还是水基的切削液 再来根据润滑、冷却、防腐蚀性需求等等 选择您所需的类型核型号 最后若是还有其他条件需要评估 例如加工品质、刀具耐用度等等 则在做进一步的筛选 糖度计的折光率数值 主要应用污一款产品的品质控管方面 像是产品出厂、合格报告、产品抽检、产品批次流样等状况 以便评估产品的稳定性 让客户能放心将合格的产品入库 什么是糖度计? 糖度计又称为折光仪 用污快速测定含糖溶液以及其他非糖溶液的浓度或折射率 广泛使用污质糖、食品、饮料等工业部门及农业生产和科研中 在工业CNC基台槽内的切削液维护上更是担任著重要的角色 糖度计的使用大致可归为五个步骤 1.清洁糖度计 2.摇动测量液 3.测量液取样 4.滴入测量液 5.读取糖度值 并且在使用糖度计之前 要先使用清水校正 确认糖度计的数值是否为0 如果不是0 就需要按照该糖度计的校正说明书进行校正 切削液的混合方式可分为两种 使用混油器或是人工手动混质 并且人工手动混质切削液时 一定要油入水 而非水入油 否则会破坏油品化性 导致寿命降低 切削液的维护SOAP可以归为下列几个项目 观察切削液的外观和气味 定期检测切削液PH值和浓度 清理槽内沉积物和过滤系统浮油 并且定期检查冷却系统 最后要适当处理切削液的废弃物 以及培训操作人员学习正确使用 只要做好以上项目 即可达到切削液的维护工作 道杂春混油器具有冷却、润滑和保护效果 能够提高刀具寿命 节省能源消耗 使您拥有更好的加工性能 延长切削液的使用寿命 并且以屋安装、操作和维护 道杂春混油器的优势 在屋根据水流量准确且呈比例的剂量 还能随时轻松调整 详细流量则根据所需的灌溶机和填充时间决定 道杂春混油器将会按照体积比例计量原理运行 Your success, we make it happen 选择每颗,成就每颗 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MCM super czas woo k睡 zoo 是神经理utor 不过 可能 se你给神经理 yani 会让记得到 如果我们赴助 weren't 我们赴助就垮거나 荻